好孩子们我们一起来看一看第三小题 好第三小题是这个样子的 说赵钱孙三个人当中 一位是射精运动员 一位是体操运动员 另一位是跳水运动员 好我们会发现 哦这三个都是运动员对吧 而且已知告诉我们了 一二三三个条件 现在呢想让我们小朋友分析一下 注意这三个人分别是什么样的运动员 好这道题呢 来还是老样子 你先按暂停键先想一想 一会儿石老师来讲好不好 嗯 好这道题应该如何去思考呢 那石老师一再强调 咱们说了思路是不是很重要 对吧 老想问你说你这道题打算有什么方法呢 我问这道题有没有在比较 他在比较了吗 是不是没有对不对 只是陈述了一些事实 对吗 而且你会发现孩子们 赵钱孙三个人对吧 有三种职业对不对 我们说了这三个人和这三种职业之间是怎样的 是不是一一对应的 对不对 一个人他能从事有两种 石老师他既是设计又是体操嘛 孩子们注意在这道题当中你不要考虑那么复杂 石老师告诉你每个人对应一种职业 好那我们说了哎这道题应该如何去想呢 你不是比较行了你再陈述一个事实 那好了我们来主要看一看这三个条件 好先来看第一个条件 说这个照比体操运动员体重重 有的小朋友刚开始接触这样题的时候 说老师这句话什么意思呢 我好像看不出来对吗 那好比如说那石老师这样说 我说石老师啊肯定要比我们屏幕前的小朋友体重重 哎你说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 那有的同学会说了 老师你就是比我们胖呗对吗 那好实际上石老师要这样说 我比你的体重重 那好我跟你是否是同样一个人呢 是不是同样一个人 是不是不是一个人对不对 那好实老师再说实老师要比你年龄大 孩子们实老师要比你年龄大 说明什么呢 说明实老师跟你是同样一个人吗 不是一个人对不对 那好照比体操运动员体重重 这句话说明什么呢 说明这个照和什么 试着跟我想和体操运动员怎样 不是一个人吧 换一句话说这个照 他就不是什么体操运动员对不对 好孩子们像这种注意了 一一对应你要么是要么不是 实老师给他起个名字 我们管这样的类型 我管它叫做是非型的逻辑推理问题 注意以后经常会考察你 是非型的逻辑推理问题 那好对于这样的问题 我们应该如何去想呢 现在不要再用刚才的比较型的方法了 接下来实老师要介绍一种新的方法 好我管它叫做表格法 有同学可能之前听说过对不对 如何去列这个表格呢 那好实老在这里我可以先简单列一下 注意我可以在这个左端的这一列当中 写上这几个人的人名 然后呢很好你可以写什么 他们不同的职业对不对 那有同学说老师 我能不能把这一二三三个人的人名写在上面呢 也可以随便你对吧 那好我们来分析一下 注意实老刚才不是讲过吗 你像这种你要么是要么不是我们怎么办 如果是的你就怎么样 你就给我打个勾就可以了对吧 那如果不是呢我们就画叉子吧 好第一个条件 照比体操运动员体重重 说明照怎么样 不是体操运动员 很好表格是否会看呢 找到照找到体操运动员 这个地方打什么 打叉 打叉子非常好 好再来第一个条件我是不是用过了 孩子们老师希望就是你在逻辑处理问题里面 用过的条件你先给我做个标记 对吧 好咱再看 说钱和体操运动员体重不同 史老师和你年龄不同 说明我们俩怎么样 不是一个人对不对 那你看这个钱和体操运动员体重不同 说明什么 说明这个钱怎么样 不是体操运动员 很好 我们找到这个钱 找到这个体操运动员怎么样 打叉子 OK注意第二个条件 我是不是也用过了 对不对 好了 这两个地方都是差了 你能不能迅速告诉老师 这个地方该是什么 勾 这个地方是不是就应该是勾了 是吧 对吧 非常好 那老师前提条件是什么呀 这三个人 每一个人都有一种职业了 好 那你说这里要是勾的话 请你怎么办 这叉吧 这是不是也是叉子 对不对 非常好 咱们来看 哇 还有个条件 说赵和跳水运动员是朋友 赵和跳水运动员是朋友 咱说了 你自己和自己能是朋友吗 不行对吗 那好 第三个条件 说明赵怎么样 告诉我 不是跳水运动员 非常好 我们找到赵 找到跳水运动员 怎么样 打叉子 OK 所以我们的这个表 你可以横着看 你是不是也可以竖着看 对不对 那你还竖着看 这个地方是叉 这个地方是叉 那咱说了 跳水运动员没人当了 不会的 应该是谁呀 是不是应该是钱 非常好 那好了 这里是勾 接下来横着看吧 对吧 勾 叉 这地方呢 叉子 很好 那好了 咱说了 那个赵 你甭管是横着看也好 竖着看也好 这个地方 都是勾 对不对 好 综上所述 我们会发现 原来赵 应该是设定运动员 再来 这个 赵 应该是谁 是不是喜超运动员 对吧 那好 那钱是谁呀 跳水运动员 明白了吗 明白 好 咱们说了 像这种题 我们用表格的方法 很清楚 是非行 你是我就给你打勾 不是话 叉子 OK 来我们来看一看 注意 史老师点金 来 像这种是非行的 刚才史老师已经解释过了 我们要用什么方法去做呀 用表格法 或者我们说 列者的方法 孩子们听清楚了吗 好 我们一会儿来看一看 下面一道小题